第1507集 就在夜晨与葛青等人说话之时 在一座与世隔绝的海岛之上 以各种灵光闪烁的美誉 建筑而成的一栋阁楼之中 传出了一名男子愤怒的咆哮 不可能 怎么会这样 此时 阁楼之中 一名赤裸上身面容英俊 却似乎因为纵欲过度 脸色显得有些苍白的青年男子 正狠狠地将手中的一枚传讯玉符摔得粉碎 房中各种精美至极的摆设家具 也是断的断 碎的碎 原本精致异常的寝室 此时却是被他破坏的一片狼藉 而一名极为娇媚的女子 则有些害怕地色缩在房间的角落 对着那名青年男子勉强笑道 徐公子 说不定是有什么搞错了 您先消消气 不如奴家好好服侍服侍您如何 那被称为徐公子的青年男子 出身子北海徐家 是林武大陆之上的上古隐藏势力之一 而且与行子堂出身的石荒行家 以及鸡玄出身的天灵宗不同 北海徐家在顶级势力之中 都算是顶尖的存在 徐家也被称为林武十大家族之一 行子堂和鸡玄之所以还要加入神火学院 便是因为虽然行家和天灵宗也拥有太虚敬强者 但行家的太上老祖与天灵宗的太上长老都是年事已高 实力已经开始渐渐下降的太虚强者 所以行家和天灵宗的资源并不算太丰富 而徐家近万年来则是如日中天 更是不少后辈踏入神国 在林武大陆上 他们足足拥有三名太虚强者 而且其中两名都还不超过万岁 对于这个境界的存在而言 相当于正直壮年 像徐家的嫡系子弟甚至都不屑于加入四大学院 因为那些学院即使集合了全国的大部分资源 也不如他们徐家 而这名青年叫做徐胜 是徐家太上徐毅的亲孙子 而徐毅便是徐家最强大的三名太虚强者之一 并且徐胜也是一名极为妖孽的武道天才 今年不过25岁 已经是封门存在 这还是因为他颇为沉迷女色 耽误了修行导致的 否则他的修行便更加恐怖 所以徐胜在这徐家之中也是极为得宠的 而徐胜近年来在徐家的地位更是水涨船高 因为徐胜的名字登上了05登选榜 虽然只是第一百名 但这也让他成为了整个徐家的骄傲了 徐胜也因此极为得意自负 他认为自己之所以排在第一百名 不过是因为单于享乐罢了 若是真的比天赋 甚至比他高出十名的天才 都未必比得上自己 可是就在刚刚 他的骄傲 他的自负全部破灭了 他被人挤出了05登选榜 若是你上了05登选榜 即使只是第一百名 你同样是整个大陆最最顶尖的那一波天才 可是一旦出了05登选榜 那么一切的荣耀便都不复存在了 对于他们这个阶级 这个圈子而言 可以说是泯然众人意 原本徐胜即使在那些05大陆 顶级豪门的圈子中 也是受众人讨好追捧的风云人物啊 可现在呢 他的一切光芒都泯灭了 这让已经习惯了成为众人忠心的徐胜 如何接受得了 最令他愤怒疯狂的是 将他挤下登悬榜的家伙 竟然还是一个心窍境的废物 还是来自神火学院那种 在四大学院之中都属于垫底的存在 就凭这样的废物 也配取代他的位置 他不服 不甘 恨意滔天 他徐胜才是真正的天之骄子 这什么叫夜晨的家伙 就应该被他踩在脚下才对啊 此时 听到那名娇媚女子的话 徐胜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 淡淡道 过来 娇媚女子闻言 眉眸之中闪过一丝魅色 一边解开身上紧乎透明的纱裙 一边恶挪地走到了徐胜身边 就在他准备搂住徐胜之时 徐胜却猛地抬起手 狠狠地抽到了那名女子的脸上 啪的一声 那女子便发出声惨叫 被扇飞在地 娇媚的脸庞被扇得高高肿起 满嘴的鲜血 连牙都被打掉了几颗 徐胜冷冷地俯视着恐惧 和缩成一团的娇媚女子道 弄错 你这样的贱货 以为自己很了解登玄榜 登玄榜是那么容易出错的吗 女子知道 徐胜打他并不是因为 他刚才说的话 徐胜之所以打他 只不过是为了发泄罢了 但是和所有看似优雅 风度翩翩的上流尊贵男子一样 徐胜即使要发泄 也要找个理由 让他的发泄看起来 更加合理 更加理所当然 这样的行为自然是虚伪无比 甚至令人恶心 但是女子却不敢有丝毫的怨言 北海徐家 不是他能够惹得起的存在 说句不好听的 他不过是徐胜的玩物 徐胜开心了 撒点钱给他 带他接触各种名流 享受其他女子艳羡的目光 可徐胜不开心了 就算杀了他 也没有人会过问什么 娇媚女子色缩着 用力的色缩着 仿佛已经卑微地化作了尘埃 融入到了地面之下 连他自己也感到 自己实在是太卑微 太没有尊严了 可若是徐胜现在叫他滚 叫他不要再出现在自己面前 他愿意吗 他不仅不愿意 还会抱着徐胜的大腿 求他原谅自己 求他不要赶自己走 即使他什么也没做 即使他在徐胜面前 永远是卑微的 可即便如此 他还是拥有让无数女子 都无比艳羡的生活 拥有本来不应该属于他的地位 拥有进入之前 不可能接触到的 上流圈子的资格 不是吗 要让他放弃这些 他宁愿死 宁愿卑微地死 徐胜冷冷地 看着地上的娇媚女子 嘴角扬起一丝冷笑 这女子名叫宋柔 出身极为普通 不过是一个一等宗门 白元宗的宗主之女罢了 在一般的修武者眼中 宋柔的背景 也算是非常出色了 甚至都是一般人 眼中的天之娇女了 但对于徐胜而言 一等宗门的宗主之女 和低等人 也没有太大的差别吧 他认为自己是 登悬榜上的天才 自己身边的女人 至少也得是 顶级势力的嫡系女子 才般配吧 而徐胜之所以 让宋柔留在自己的身边 原因很简单 便是因为这个女人很听话 而且宋柔的容貌 算得上是极品 可以说是一个 相当不错的玩物了 有这么一个玩物 供自己随时取乐 不是也挺好的吗 当然 前提是徐胜对宋柔 还没有感到厌倦的情况下 突然之间 徐胜嘴角一扬 盯着宋柔的眼眸微微发亮 似乎想到了 什么有意思的事情 突然他那略显苍白的脸庞上 浮现出一丝温和的笑意 浮下身 将宋柔扶了起来 而宋柔则是有些惊恐的 低着头不敢看他 徐胜抬起了宋柔的下巴 看着宋柔高耸的脸庞 眼眸之中隐约闪过一丝心疼之色 温声道 抱歉 小柔 我刚才下手太重了 说着 他随手取出一枚极品丹药 捏碎 抹在了宋柔的肿脸之上 动作轻柔 似乎生怕弄疼了宋柔 一枚剩药对于徐胜而言 就像随手捡来的草药一般 用起来毫不心疼 宋柔一时间也有些愣住了 虽然他一直不愿意放弃 这种虚荣的生活 但他能坚持到现在 一方面也是因为徐胜 经常会给他一种错觉 让他觉得自己 也许真的有机会成为徐胜的女人 徐胜的妻子 让他觉得徐胜是真的爱自己的 不过他还是小心地说道 不 是我多嘴了 不应该随便在公子面前 谈论自己不知道的事情 宋柔的翘脸在圣药的作用下 很快便消肿了 连被打掉的牙齿都长了回来 重新恢复了那娇媚的模样 看着宋柔美丽而妩媚的脸庞 徐胜满意地笑了笑 突然道 不管怎么说 是我不好 让你受委屈了 但是你知道 男人有时候脾气就这样 我其实是非常珍惜你的 对不对 宋柔肩膀微微颤抖了一下 点头道 对 柔儿知道 徐胜笑眯眯地继续道 嗯 之后我会好好补偿你的 你之前不是一直想参加 灵武家族嫡系举办的酒会吗 下次我带你去好不好 宋柔文言不禁美眸一亮 他兴奋地点了点头道 多谢徐公子 灵武顶级家族的酒会 那是真正的灵武最顶级的豪门年轻人之间的聚会了 光是能参与其中 宋柔便有一种无比荣耀的感觉 仿佛自己的身份也随之被抬高了无数倍 徐胜的笑容更浓了 不过在那之前 柔儿要先帮我做一件事 好吗 徐公子有什么吩咐 请开口便是 柔儿怎么敢不听徐公子的话呢 宋柔说话时美眸闪动 带了一丝撒娇的味道 徐胜哈哈大笑道 哈哈哈哈好 不愧是我喜欢的柔儿 我之前与你说过的吧 一个星期后 在飞雷岛将举办一场拍卖会 那场由神国天城拍卖场所召开的拍卖会